我們進來二、三十年,聽這個飛碟的新聞很多。 我們最近的二、三十年裏邊,我們聽到有飛碟的新聞很多。 有人說,從這個外太空,有一些火物像跟地球人結束。 有人就相信,在外太空,有一些活物很想跟地球接觸。 在1953年,有一個George Adamski,他寫了一本書,是論道飛碟。 在1953年,George,他就寫了一本書關於飛碟。 他又說,他見過一個從金星來的一種火物。 他說,他見過一些從金星來的一些活物。 還有1954年,有一個Ellingham。 他說,他寫了一位從外太空來的一種火物。 另外,在1954年,又有一位,就說,見過一些外太空的生物,跟他經過聊天。 他說,他跟他講過話。 到底是不是現在有一些從外太空來的,有一些,不能說是人呢? 就是生靈想跟人類接觸嗎? 是不是到底有些外太空來的,外面來的那些生靈,或者是生物呢? 是跟人類接觸呢? 我兄弟到現在抱著一個懷疑的態度。 李牧師到今天為止,還抱著一個懷疑的態度。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我十分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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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一位從所謂天的那個地方,我要跟我們接觸。 就是有一位從所謂天到來的,跟我們接觸。 他有一個重大的信息,要傳給我們地球人。 這個信息是跟地上的人都有命運上的關係。 跟我們永久的福利有很大的關係。 這個信息叫做永遠的福音。 這個信息就叫做永遠的福音。 是在這末世給地上的人類一種最後的警告。 是末後給人類這個世上最後的警告。 因為這個警告那麼重要,所以我們把它打在你的這個單子上。 就是第一個經文。 這是一位耶穌的門徒在意象之中所看見的一種情形。 這個是耶穌一個門徒約翰在意象當中所看到的情形。 大概是在公元前九十年左右。 大約在公元前九十年左右。 他說我又看見另一位天使飛在空中。 他說我又看見另一位天使飛在空中。 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在地上的人。 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國各族各方各民。 他大聲說。 應當敬畏上帝。 將榮耀貴給他。 將榮耀貴給他。 因他實行審判的時候已經到了。 應當敬畏納創造天地海和種水泉源的。 這是一個給普世萬人的信息。 這個是給普世萬民的信息。 這位約翰看見一個天使飛在空中。 這位約翰看見天使飛在空中。 這是一個象徵的一種表號。 這是一個象徵和表號。 天使飛在空中代表速度很快。 天使飛在空中代表速度很快。 現象我們想到現在的世界。 交通很方便。 為什麼這個福音不能在約翰的時代馬上傳變呢? 為什麼不可以在約翰的時代馬上傳變呢? 因為那個時候沒有火車。 更沒有飛機。 更沒有什麼火箭射入太空。 也沒有這個大眾傳播的媒體。 也沒有大眾傳播的媒體。 像廣播、像電視等等。 好像廣播、電視等等。 所以這個福音,這個永遠的福音是流到我們這個世代傳的。 所以這個永遠的福音是留給我們這個世代來傳的。 這個時候就可以傳遍。 這個時候就可以傳遍。 但是約翰的時代沒有辦法傳到美國。 每一個人。 但是約翰的時代是沒有辦法傳給每一個人。 但是你想到這個有人造衛星的時候。 但是想到現在有人造衛星的時候。 有很多衛星做這個廣播的轉播站。 有很多人造衛星做廣播轉播站。 所以有一個空洞全世界的消息呢。 可以馬上轉過來。 如果有一個空洞全世界的消息。 就可以馬上轉播都聽到了。 是一下地上幾乎所有的人都能夠看見、能夠聽見。 所以這個信息是留到現在給我們。 讓我們知道我們是在什麼時候。 讓我們知道我們現在在什麼時候。 這個信息叫做永遠的福音。 這個信息叫做永遠的福音。 各位你知道地上的萬事都是有始有終啊。 你知道世界的萬事都會是有始有終的。 什麼都是短暫。 所有的都是短暫。 我們地上今天的新聞明天就不是新聞了。 地上今天的新聞明天就不再是新聞了。 今天的好消息明天變成壞消息。 今天的好消息明天變成壞消息。 不是永遠的。 不是永遠的。 是有期限的。 所以很多大的消息一過了人就忘記了。 所以很多大的消息一過了人就忘記了。 但是這個福音是永遠的。 但是這個福音是永遠的。 福音是永遠的福音。 要傳給地上所有的人。 就是各國各族各方各民。 就是各國各族各分各民。 各位這天國的福音傳遍天下。 各位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 對萬民做見證。 對萬民做見證。 然後默契才來到。 然後末期才來到。 這是耶穌講的話。 這個是耶穌所講的話。 所以我們的責任是要把這個永遠的福音傳到各處。 所以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將永遠的福音傳到各處。 使人人在救恩的時期能夠接受。 使人人在救恩的時期可以接受。 那麼這個福音的主題是什麼? 這個福音的主題是什麼? 這個天使大聲說。 天使大聲說。 應當敬畏上帝。 應當敬畏上帝。 那麼上帝是誰呀? 上帝是誰呀? 這個信息裡面也告訴我們他是誰。 應當敬畏那創造天地海和眾水泉源的。 應當敬畏那創造天地海和眾水泉源的。 哦!上帝要我們在這個末時。 在耶穌沒有來前。 把這個敬畏上帝的真道告訴世上所有的人。 上帝叫我們在耶穌基督未復臨之前。 在末世的時代。 要叫我們將這個信息。 就是敬拜創造天地的上帝的信息。 是傳給世人。 就是要人恢復上帝的。 我們始終也能下我的消息了。 就是要恢復上帝比阿東夏娃始祖的信息。 有的人說這個基督教在宗教之中是一個比較年輕的一個宗教。 有的人說基督教在這個世界歷史當中是一個比較年輕的宗教。 因為耶穌降世只不過是兩千年的事。 因為耶穌降世只不過是兩千年的事。 那麼孔子比他早在五六百年。 那麼孔子比他早在五六百年。 所以有的人認為耶穌的道理是從孔子來的。 所以有的人認為耶穌的道理是從孔子來的。 但耶穌到地上來講的道理不是從祂降世起人。 但耶穌來世上所講的道理不是祂降世才開始的。 不是說在降生而別, 伯利行才有這個福音了。 不是說祂降世在伯利行之後才有福音。 因為耶穌在地上的時候祂曾經說過。 因為耶穌在地上的時候祂曾經說過。 祂說在亞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 祂說在亞伯拉罕以前已經有我。 亞伯拉罕就是三代同時的人物。 亞伯拉罕就是同中國相待的時候同時間的人物。 也就等於說耶穌說在三代以前就有了我了。 耶穌就是說在商朝以前已經有了我了。 祂就證明耶穌來世,祂就是三位遺體,第二位的永存的真神。 所以基督教所傳的道理就是要恢復這個最根本的崇拜上帝的宗教。 所以基督教就要恢復最根本的我們崇拜的宗教。 所以上帝要我們現在恢復這個崇拜上帝的制度。 所以上帝叫我們要恢復崇拜上帝的制度。 那就是人只有一個信仰的時候。 那就是人只有一個信仰的時候。 這就是恢復原道。 就是恢復原道。 沒有其他宗教以前。 沒有任何宗教以前。 聖經說起初上帝創造天地。 請你看第二個經文。 第二個經文說上帝說起初上帝創造天地。 沒有什麼比起初更早是不是? 沒有什麼比起初更早是不是? 起初就有上帝了。 這是創造天地的上帝。 這個是創造天地的上帝。 所以我們應當宣傳現在到的時候。 每一個人不管過去你拜什麼。 我們應當除掉假神崇拜這位創造主。 所以時候到了現在就是。 我們應該除去我們拜開的假神。 回去最原先的這個上帝。 因為上帝是創造主。 祂就是永存的主宰。 因為上帝是創造主。 是永存的主宰。 在西伯來文它有一個名稱就是耶和華。 在西伯來文它有一個名稱就是耶和華。 這就是自由擁有的意思。 就是自由永有的意思。 我們可以看第三個經文。 上帝對摩西說。 我是自由擁有的。 又說。 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 那自由擁有的打發我到你這裡來。 這位耶和華是永存的真神。 這位耶和華是永存的真神。 就是人類的創造主。 還有戰第四。 詩篇九十六篇五節。 詩篇九十六篇五節。 外邦的神都屬虛無。 唯獨耶和華創造諸天。 唯獨耶和華創造諸天。 還有九十篇二節。 還有九十篇二節。 諸天未曾生出。 諸山未曾生出。 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 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 從恆古到永遠你是上帝。 從恆古到永遠你是上帝。 各位這位創造主也是你的神。 各位這位創造主也是你的神。 就是你不認識祂的時候祂還是你的創造主。 就是你未認識祂的時候祂還是你的創造主。 因為我們人類都是處於祂。 因為我們人類都是從祂而出的。 祂就是我們生命的來源。 祂就是我們生命的來源。 我們靠祂有生命。 我們靠祂有生命。 我們生存保留也靠祂。 我們的生存保留是靠祂。 在中國的古書上,我們可以說也有創造主。 在中國的古書裡面呢,也都講到是有創造主的。 我們見那個中國神字啊,神啊。 中國人的心裡看這個神字啊,以為是多數。對不對? 我們中國人看一個神字啊,這個神字是一個眾數。 有一句話說,這個什麼? 有一句話說,舉頭三尺有神靈。 有一句話說,舉頭三尺有神靈。 到處有神靈。 到處有神靈。 上下左右,前後都有。 上下前後左右都有。 你見本來這個古史的這個中國人的門, 它有門神對不對? 中國以前入門口,門神有個門神是不是? 到裡面去,對面有這個什麼? 這個祖宗的牌位。 裡面有個祖宗的牌位。 天地君親是五位。 天地君,興親五位。 或者你到臥房,你可以看一個觀音菩薩在那裏。 或者去到臥房裡面呢,你見到一個觀音菩薩在那裏。 或者去廚房,有個祖宗在那裏。 到處都有。 到處都有。 舉頭三尺有神靈。 舉頭三尺有神靈。 所以本來中國人的神時代太多了。 本來中國人的神時代太多了。 但是我們研究這個本來這個神字的意思。 但可以研究一下本來神字這個意思。 頭一次見到這個神字是在商朝的一個保頂上。 第一次見到這個神字呢, 就在商朝的一個保頂上面。 上面有這個神字。 上面有一個神字。 以後這個所問解字就解釋說。 以後說文解字就解釋說。 神呢,是天神。 神是天神。 再假上解釋說。 天神引出萬物也。 然後就加上解釋說。 天神造出萬物也。 哦, 所有的萬物是處於他。 所有的萬物是出於他的。 這是早期中國人的心理。 這是早期中國人的心理。 。 他不是有這個古代的皇帝呢? 他以天子的身份呢, 向這個上帝献祭嗎? 古詞豈不是有天子向上天呢, 是騙祭嗎? 那麼當然了。 我們所拜的上帝也不一定是稱的上帝了。 當然我們所拜的上帝未必就是我的上帝。 基督教說上帝是獨一無二。 基督教所說上帝是獨一無二的。 但是中國人有這個許多個上帝。 但是中國人有很多個上帝。 大概這個什麼余皇上帝是最高的。 大概就說欲皇大帝是最高的。 在他下面還有其他的小上帝。 還有在他底下還有很多小的神。 但這個基督教所拜的上帝不是說這個最高的那個上帝。 這是獨一無二的上帝,沒有其他的上帝。 但是聖經裡面所講的上帝是獨一個上帝,其他就沒有上帝了。 那麼還有很多東方的人都說先有人後有神。 東方有些人甚至說先有人後有神。 那麼這個人以後會變神。 人之後會變神的。 或者變鬼。 但是聖經告訴我們上帝永遠是上帝,人永遠是人。 但是聖經就跟我們講,人就永遠是人,上帝是永遠上帝。 人不能變神。 人是不能夠變神。 我記得我有一次在曼谷開報道會。 記得有一次你目前在曼谷開報道會。 就有一個青年人他問我。 有一個青年人就問我。 你說這個人是上帝造的。 你說人是上帝造的嗎? 那麼到底上帝是誰造的呢? 到底上帝是誰造的呢? 他就想不開這個秘密。 他就想不通這個問題。 總是認為什麼都有一個開始。 他總是認為無論什麼事都有一個開始的。 但真神沒有一個時候他沒有。 但是真神是沒有一個時候他是沒有的。 他是恆古成載者。 沒有一個開始也沒有一個終結。 他是恆久常存者。 是沒有開始也沒有結尾的。 不然的話他怎麼會做創造主呢? 除他以外都是受造之物。 除他之外全部都是受造物來的。 就是三位一體真神。 聖父、聖子、聖靈。 這個就是三位一體的真神。 聖父、聖子、聖靈。 所以人類最早的宗教就是獨神。 所以人類最早的宗教就是獨神教。 獨一無二。 獨一無二。 所以基督徒有這個看法。 只有一個真的,其他是假的。 所以基督徒有一個看法。 只有一個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這個也有道理對不對? 這個也有道理對不對? 無論在哪一方面有真假,對不對? 無論在哪一方面有真假,對不對? 請問你,真的有多少? 真的有多少? 就一種,對不對? 真的只有一種,對不對? 你就說這個貨。 這個標準的牌子只有一種牌子。 標準的牌子只有一種, 但是冒牌就多了,對不對? 那你從那個冒牌就可以鑽定有這個真的。 有它的根本。 從沒有牌貨呢,你會知道有一個真的貨在那裡。 所以我們要追回到那個最早的那個根本,那個真的。 所以我們要追查這個根本最早的這個。 我們這樣一做就找到了。 不必再去找。 不必再去找。 這是根本這個真理的全員嘛。 這個就是根本真理的全員了。 比個再早沒有。 再早就沒有了。 也是最純潔的。 也就是最純潔的。 獨一無二。 我就想到,本來上帝啊。 在人沒有犯罪以前呢。 他是面對面跟人講話。 我就想到,本來人在未犯罪以前呢。 人和上帝是面對面來講話的。 那個時候只有兩個人。 在我的時候只有兩個人。 就是我們的始祖亞當夏娃。 就是我們的始祖亞當夏娃。 但是以後他們犯罪。 但是以後他們犯罪。 這個罪就臨到眾人。 罪就臨到眾人。 死亡就來到眾人的身上。 死亡就臨到眾人的身上。 那麼本來的人可以啊。 跟上帝面對面交談。 像我今天跟你交談一樣。 本來人和神可以面對面談話。 好像今日我和你講話一樣。 但是人犯罪以後呢。 上帝就不能這樣接近他。 但是人犯罪以後呢。 人就不可以這樣接近上帝了。 那麼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那人呢就突然覺得很孤獨了。 人就突然之間覺得很孤獨了。 跟他的上帝疏遠了。 跟上帝疏遠了。 也看不見了。 看不見了。 也不能天天跟他交通。 不能每天跟他交通了。 所以他就慢慢用手造一個形象。 所以慢慢他就用手來做一個形象出來。 他就拿這個象來代表上帝來拜他。 就拿這個象來代替上帝來拜這個象。 但這個日子已久啊。 人跟上帝越俗遠的時候呢。 這個形象就越來也不像他了。 甚至他們把上帝全忘了。 那以後拜的這個對象就太多了。 拜蛇了。 拜太陽了。 拜樹了。 什麼都來。 把上帝都忘了。 所以好像這個宗教是越來越腐敗。 就好像宗教變成越來越腐敗。 基督教崇拜上帝啊。 這是人類的宗教這種最崇高的一個信仰。 基督教所崇拜的上帝是宗教最崇高的上帝。 最屬靈的一個信仰。 是幫助我們做一個高尚的思想。 是幫助我們一個高尚的思想。 要過一個清潔的生活。 要過一個清潔的生活。 我們在中國的書上也可以發現這種學像。 我們在中國的書裡面都發現這種趨勢現象。 比方兩千五百年前的《詩經》裡面。 比如在二千兩百幾年前的《詩經》裡面。 看上帝兩個字共有二十四次。 看見上帝這個字有二百幾次。 但鬼啊只見兩次。 搞到鬼呢,兩次而已。 再過一千年到有這個唐詩三百首。 再過一千年呢,有唐詩三百首了。 上帝兩個字一次都不看見。 上帝這個兩個字呢,一次都不見。 但是鬼啊,大鬼呢,增加到八次。 就增加了八次了。 這個故事這個越來啊,上帝越少越多嘛。 不是好像上帝越來越少,鬼就越來越多嗎? 所以就為啊,我們應當號召中國人啊, 還要歸回啊,最老的信仰。 所以我們應該號召中國人,歸回最早的宗教信仰。 就是拜這位在天上的上帝。 就是拜這位天上的上帝。 那就是這個警告告訴我們要傳的。 這個就是這個警告,要警告我們要去傳的。 因為講起來,我們都是人類的一份子。 因為講起來,我們都是人類的一份子。 我們都應當拜同一個神才對。 我們都應該拜同一個神才對。 約翰福音十七章三節。 約翰福音十七章三節。 今天沒有在這個,沒有列出來。 今天就沒有印出來。 但是昨天晚上在那個認識耶穌的查經班裡面啊, 我們就給你們看是在這個封面裡面,對不對。 昨天呢,我們在這個認識耶穌的這個小賊子裡面呢, 在封面那裡我們有看到了。 有很多人已經背過了。 有很多人已經識背了。 這就是約翰福音十七章三節。 就是約翰福音十七章三節。 假如你手上有的話,我們一起念好不好啊。 如果手上有的話,拿出來一起讀一讀好不好啊。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 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永生。 我們一起讀一次,好嗎?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 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永生。 這是耶穌講的話。 這個是耶穌講的話。 在祂祷告的時候。 在祂祷告的時候。 祂希望地上的萬人可以認識你, 因為你是獨一的真神。 祂希望世上的人都認識你, 上帝是獨一的真神。 各位,我要是全世界的人類, 崇拜這位真神。 沒有離開真神啊, 我們真的是一家了,對不對啊。 各位,如果這個世界上的人都沒有離開你獨一的真神, 所以各位,我希望你認識真神。 我希望你在你的家裡也拜這位真神。 所以論到祂的特點,我們要看幾個經文。 所以論到祂的特點,我們要看幾個經文。 在公元前六百年左右,有一位耶利米先知。 在公元前六百年左右,有一位耶利米先知。 他這樣祈禱上帝。 耶利米先知。 在ts地道德奏黎和神泳道正上帝。 為耶穫的 hour是真上帝。 是活上帝。 是永遠的。 真活上帝。 真的活上帝。 好,我记得有一次好几年前我看见了一个相片 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又看到一幅相片 是报纸上的一个图片 在报纸上的一幅图片 我看这个相片我就说这就是杜鲁门总统 他看了一幅相片之后他说这个就是杜鲁门总统了 很像他 但是我看这个相片底下有说明 说这个人他像杜鲁门总统 但他不是杜鲁门总统 有注解下面就说这个人好似杜鲁门总统 但其实不是杜鲁门总统 这样就照出来给大家看稀奇嘛 这样就拍出来给人看一下好稀奇 不是他 很像他 但是好似他 那么下面您看这个记录很有兴趣 下面还有一个记录很有兴趣的 他说这个人呢 他说他在街上很多人呢 问他问候他的时候说 杜鲁门总统你好 在街上很多人见到他就向他问候他说 杜鲁门总统你好 那么 天天有人这样称他 每天都有人去称呼他为是总统 到了时候呢 他就以为他是杜鲁门总统 到一个时候呢 他自己以为自己是杜鲁门总统 那么 不但是别人说总统好啊 他就说我就是总统 请问有多少真的杜鲁门总统 有多少啊 请问有几多个真的杜鲁门总统啊 有一个对不对啊 不管有多少人说我是总统 不论有多少人说他自己是总统 但只能有一位 但是只能够有一位 所以不管有多少人说这个是神 那个是神 这个是神 到底哪一个是真神 虽然有很多人说这个是神 那个是神 有很多神 但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呢 我们要辨别真假 我们要辨别真假 所以耶稣说上帝是独以无二的真神 所以耶稣就说这个上帝是独一无二的真神 我们看他的特性吧 我们看一下他的特性吧 在这个除埃及记 请看第七个经文 除埃及记二十章三节 请看第七个经文 这是他的识条诫命的第一条 这个是他十条诫命的第一条 他说除了我以外啊 你不可有别的神 他说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这个很严重对不对啊 这个很严重对不对啊 这是上帝宣布给世人说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败别的神 这个上帝宣布说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还有下面马太福音四章十节 还有后面那个马太福音四章十节 这是耶稣说 这个是耶稣说 他向撒旦说你退去吧 他向撒旦说你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着说 因为经上记着说 当拜主你的上帝 当拜主你的上帝 单要侍奉他 单要侍奉他 这个很纯粹对不对 这个很纯粹对不对 很简单 魔鬼要来试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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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用圣经的话 推后魔鬼 他就用圣经的话 退了魔鬼 所以你要单单拜他 他说你要单单拜他 所以耶稣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又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有道理对不对 你没有办法侍奉两个主人 两个老板对不对 所以他说 你不能又侍奉上帝 又侍奉马门 所以马门就是财神的意思 你要是拜天天拜这个土地财神呢 你就没有办法拜真神 如果你每天拜土地拜财神的话呢 你又没有办法拜这个真神 因为上帝就不会接受我们的崇拜 因为上帝就不接受我们这样的崇拜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我们看他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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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无所不能 他是无所不能 这是我们从他创造的大功就知道了 这个从他的创造大功里面可以知道 刚才约翰告诉我们 他是独一无二 刚才约翰说他是独一无二 但他还是无所不知 但他还是无所不知 请你看以赛亚46章 以赛亚46章 第九个经文 第九个经文 我们要追念上古的是 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 因为我是上帝并无别神 因为我是上帝并无别神 我是上帝再没有能比我的 我是上帝再没有能比我的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我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 我从古时言明未成之事 说我的筹算必立定 说我的筹算必立定 凡我所喜悦的 我必成就 凡我所喜悦的 我必成就 从古时知道末后的事 从古时知道末后的事 所以他不但是从古时知道现在 所以不单止从古时知道现在 不但是知道你今天晚上要到这来 不但是知道你今晚在这里 他也知道你明天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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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日末日末日 你说我们经常说末日末日末日 是不是空口讲的 各位有根据 各位有根据 你常常来跟我们研究这本书 你试试来跟我们一起研究这本书 末日的时候有些什么照头是会出现的 这个演讲会没有结束前 我们要把好几个末日的照头 摆出来给你们看看 这个演讲会未成完之前 我就要把很多末后的事情 要摆明给你看看 所以上帝不解释是 无所不知的上帝 所以上帝不单止是无所不知的上帝 他也是无所不在 他都是无所不在 请你看诗篇139篇139篇第十个经文 第十个经文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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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 我又升到天上你在那里 我在阴间下塔你在那里 我就阴间下塔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 飞到海底去躲避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 飞到海底去躲避 就是在那里你的手 必引导我 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可能有一些犯法的人 念这个就有一点害怕 可能有些犯法的人 读到这个章节有点害怕了 他认为上帝无所不在 那我就逃不出这个圈子了 但是如果上帝无所不在 我就逃跑逃跑不掉了 但是对爱上帝的人 有很大的安慰 你无论到哪去 你无论去到哪里 就算你坐飞机去到高空 有的人上高空就进行吊胆 对不对 他说你不要怕 他说你不用怕 我与你同在 我用我的手扶持你 我用我的手扶持你 我这个给我们一个安全感 给我们说不出来的安慰 给我们说不出来的安慰 这就是你的创造主 这个就是你的创造主了 他怎么样爱你 他愿意保护你平安 还有一点 这位伟大的创造主 也就是你我的天父 这位创造主 也都是你我的天父 孔子的书里常常提到天 是不是 孔子的书里常常提到天 是什么 他说获罪于天母所导也 他说得罪于天母所导也 但天这个字很抽象 但是天这个字很抽象 到底天是谁 真的不够具体 对不对 到耶稣来 他就让我们知道 到底天是谁 到耶稣来 我就会知道 天到底是谁 耶稣就在这个天字的后面 叫一个父字 哦 他是慈爱的天父 他就说慈爱的天父 所以耶稣叫到他门徒祷告的时候就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耶稣来的世间 教他门徒祈祷 我门在天上的父 你常来讲天了 没什么感情 我们跟天没有多少感情 对不对啊 你时时讲天 天跟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感情 是不是 但是我们知道在天上 在天国 有那么一位 有位格的天父 我们就觉得跟他有关系 我就觉得跟他有关系 耶稣会产生一种感情 对不对啊 就产生一种感情 有父子的感情 这种父和子的感情 这个就很好啊 那就好好了 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啊 他说你看见了我 就看见了父 所以耶稣就跟他门徒说 你看见我 就看见天父 耶稣就是真神上帝的 真体的本像 耶稣就是真神的 真体的真像 本体的真像 本体的真像 好 那么我们就知道 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来做的 我们说有其父比有其子 对不对啊 所以人本来是像上帝啊 所以人本来是像上帝啊 人本来是像上帝啊 我们都是他所生的儿女 我们都是他所生的儿女 所以这位天父就关心你我 所以这位天父是关心你和我 请您看啊 下面这个 好刚才我说的 约翰福音十四章八九节 我们念一下 刚才的 你还没认识我吗 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看呢 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看呢 我还有在下面 第十二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恶 赦免罪业 过犯罪恶 万不已有罪的为无罪 这个章节里就强调上帝的两个特性 一方面他是慈爱的天父 一方面他是慈爱的天父 但是他的慈爱不能抵消他的公正 但是他的慈爱并不抵消他的公正 上帝很公正 罪人要有惩罚 罪人要有惩罚 他要维持他的公义 他要维持他的公义 好像父母 他有了家规 好像父母有他的家规 孩子违背了有惩罚 对不对 这个儿女违背了就有惩罚 就是他向父母说 对不起对不起 还要挨打 就算他跟爸爸妈妈说对不起对不起 但都要挨打 一错一行 对不对 你走错的事一定有行为 一错一行 有管教 但是在管教里面他有慈爱 但是在管教里面他有慈爱 是我们在他的管教里面 他比以前更孝顺更忠心 令我们在他的管教底下 我们比以前更加爱他更加忠心 我们的上帝你忙不过他 他知道我们内在的罪恶 他希望我们回转 他希望我们回转 但是他用柔和的声音 叫我们回转 但他用柔和 用慈恶的声音 叫我们回转 这就是我们公正 慈悲的天父 所用的方法 还有先看 约翰一书四章八节 第十三个经文 没有爱心的 就不认识上帝 因为上帝就是爱 你会爱人吗 你会爱人吗 你会不会给某某人埋怨他 你会不会向某某人埋怨他 或是不愿意原谅他 或是不愿意原谅他 我们就不会认识上帝 如果我们对人没有爱心的话 我们就不认识上帝 我们心里有仇恨 想报仇 我们不会认识上帝 因为我们爱人 如同上帝爱我们一样 使我们爱人 好似上帝爱我们一样 他有耶利米三十二章二十七节 我是耶和华 我是凡有血气的上帝 是凡有血气的上帝 岂有我难成的事吗 所以这位上帝不仅是外国人的上帝 也是中国人的上帝 所以这位上帝不仅是外国人的上帝 亦是中国人的上帝 他是凡有血气者的上帝 他是凡有血气者的上帝 我们都是属于人类 我们都是属于人类 虽然皮肤有一点分别 虽然皮肤有点分别 风俗背景有一点分别 风俗背景有点分别 但我们都有这个人类根本的需要 但是我们都有人类根本的需要 所以他是所有人类的上帝 所以他是所有人类的上帝 他说岂有我难成的事吗 他说岂有我难成的事吗 他说你试试看吧 你投靠我 你投靠我 我让你知道 你的事不太大 所以我不能替你解决 你只要投靠我 我可以帮助你 在我这里没有什么困难的事 还有以赛亚五十七章十五节 告诉我们 这位伟大的上帝 愿意跟什么人同居 还有以赛亚的五十七章十五节 就说到他是喜欢和什么人相居 因为那至高至上 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 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 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 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 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 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 因为上帝不能够居住在一个骄傲的人心中 我们要有一个痛悔的心 我们要有一个痛悔的心 就是一个悔改的心 就是一个悔改的心 天父啊 我得罪了你 叫你难过 天父啊 我得罪了你 叫你难过 我到你的面前很痛悔 我在你面前很痛悔 请你饶恕我 帮助我不再犯罪 帮助我不再犯罪 能够常常跟你同行 能够常常跟你同行 我愿意爱你 我愿意爱你 这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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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跟着我 你忘了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思想 快